对于今天的美国零售业数据解读十分的消极 南非的销售数据虽然有所增长 但是离上升期还很远 安娜贝尔比肖普来自于Investic 安娜贝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声称 政治动荡正笼罩着南非经济 兰特已经连续两天升值 市场正在关注着最新的数据翘翘板 那么对于此你又有何看法呢 你认为目前的趋势还会继续下去吗 事实上在三月份美联储央行的会议中 已经出现了太多的鸽派观点和评论 目前这种立场持续到了四月份 这对于新兴市场的资产是具有支撑的作用的 国外的人也开始纷纷购买他们的债券和股票 这些都转化为兰特的走强 以及我认为这种情况在近期并不会结束 是否会在今年剩余的时间里继续 却并不一定 这是属于一波流 如果说美联储对市场做出更多的鹰派的举动 显然会给予新兴市场带来更加强劲的实力 南非正濒临着垃圾瓶级的边缘 当然本质上是由于南非经济增长偏软和财政方面的恶化 这是在近几年来南非经济中我们所看到的 信用评级机构已经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审查 实际上已经表明了将会下调评级 这给整个国家都带来了负面的前景 如果你来看一下时机 从3月8号之后 我们随时都有可能会看到被下调评级 更多人预期会在6月3日进行下调 会议评级今年也可能会参与进来 我并不认为会被下调至垃圾评级 因为从那些对下调评级起到很大作用的数据来看 例如说当地货币 如果说投资评级被下调至垃圾级 这样的趋势已经形成 那么可能会带来的结果是 兰特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出现一定的空投 根据你所强调的 黄金的走势很大程度受到美联储波动的影响 然而你认为兰特在2016年可能会有更好的表现吗 15.20是你的六个月的价格预测 那么主要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我认为所有的这些评级下调的风险 我们在之前已经谈到过了 到今年结束之前的这段时间之内 我们将会面临评级方面的调整 我认为兰特多少都会出现多头的走势 但不会太多 从过去的15.50来到15.20 所面临的风险就是美联储不能够提升经济的增长 我们始终相信美联储将会继续提高利率 最终对新兴市场货币会存在着一定的多头的空间 所以说到今年年底之前 兰特对美元有着一定的升值的空间 安娜贝尔感谢您的参与 在周五 莎梅雷迪斯将会为您带来下一期的预测节目 现在再见吧 再见